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觉得 诶 我闻到政治正确的味道 但是所有演员 没错 我是说所有演员 演出来的感觉都是要被留校查看的不良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每次得知动画作品要被翻拍真人版 都会心头一紧的实验品 Winx Club 台版亦为魔法俏佳人 曾在2004年引进电视台播放 因此成为我这代小孩的经典回忆 如果你还是稍稍忘记仙灵组在我们童年时期活跃的表现 那么可以点到这里速速帮你回忆一下 无论是结合现代时尚的变身造型 亦或是有笑有泪的魔法冒险 动画原作绝对都是现在来看 也非常潮非常可看的作品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口碑动画佳作 也逃不开所有经典都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没错 就是翻拍真人版 2019年在Netflix上推出的Fate 魔法俏佳人传奇 作为动画的正统翻拍之作 今天这支影片就带大家来了解 这部真人版翻拍究竟如何 在拿着IP名称的前提之下 影视剧翻拍到底应该要力求还原 还是另辟蹊径呢? 好的 废话太多 进入正题 本剧的第一段画面就充分向我们展示 什么叫做真人剧版的冲击力 除了一些森林跟怪物的镜头 有够阴森 有够可怕 这跟动画完全是两种画风以外 有着现代手机结合复古学院风格的 欧菲亚新生入学日 原片演到这边 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发现了吧 没错 就是整体画风 比起原作Bling Bling的梦幻色调 Fate 魔法翘佳人 呃... 剧版翘佳人 很明显用了一种比较聪明的拍摄方法 整体的风格都是尽量偏向写实 从他们使用的元素魔法片段也看得出这点 其实以一部改编动画的剧集来说 这个做法我是还可以接受的 尤其是在使用魔法的方式和特效这块上 剧版更是把每一个人的能力无条件升级 有一种降世神通的感觉 超帅 像是节水神通它是可以控制生物体内的水 妙杀的音波攻击直接进化成心灵攻击 但是在这里我有一个熊问题 那就是 为什么风精灵可以发电啊? 这完全就是跨科系就业了吧? 啊 附带一题 你们也看到他们刚刚使用魔法的样子了 所以没错 没有变身 讲实话我其实庆幸了一下 既然要大改 最好也把不适合真人版的东西改掉 二次元的东西就让它留在动画里面吧 那除了整体风格以外呢 可以看出剧版在剧情上的策略 还是尽可能去还原动画的主线剧情 直接从入学的片段开始演 对于不知道这个IP的路人观众来说 确实比较友善 不过在整体框架下比较可惜的是 把原作中又坏又帅 我也很爱的三无阻 甚至第一季中与精灵对抗的魔女世界观 都删掉了 所以就变成它必须原创自己的反派 撇除剧情和风格 每每真人化就会引起 心风邪雨的还有选角问题 毕竟真人影集如果要还原动画那种 Y2K辣妹风格加道路三角追身材 未免过于不人道 虽然他们最后选出来的这个成果 我个人也是觉得有好有坏啦 我分开讲先扁后包一个一个来 但是一开始我要先上一个AOE 那就是 虽然设定上来说确实是美式高中生 但是所有演员 没错我是说所有演员 演出来的感觉 都是要被留校查看的不良 嘴炮到一个不行 脏话语助词三句不离口 态度好一点是会少一块肉吗 Mina 喔还有还有 虽然原作大家也是人人佩籍男友 谁也不许抢谁的 但剧版中就有比较复杂 嘖也也比较 诶 就是三情一点的画面呈现 啊这这这很美剧高中生 好好的 那那那么那个再来就是那个 演员选角嘛 其实大部分的演员气质都是有贴近角色的 但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其实是直接改动一些角色性格的 雷儿大致是神型都有还原的角色 但是要加上100%厌世气质 斯带娜也是很贴原作 高傲又自爱的太阳公主 但同样加100%厌世嘴炮气质 可恶 我觉得斯带娜这个角色最迷人的点 就是她自来熟的热情属性啊 爱伊莎 嘿她就是原作中的莱拉哦 爱伊莎是意大利文的原名 这个选角可以说是既还原又正确 当然这也必须归功于动画原作 就是有很超级的种族意识啦 土地仙子蒂拉 从她喜欢调配化学药剂 和使用跟自然有关的魔法元素来看 她对照的应该是动画版的佛罗拉 但我发现第二季也有一个花仙子 她也叫佛罗拉 所以严格来说这应该算是剧版的半原创角色 从这个角度出发啊 蒂拉这种肉肉又有点色孔的形象 出现在美剧主角团中还是蛮新奇的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觉得 诶我闻到政治正确的味道 诶但是既然都是半原创角色了耶 应该还算是可以接受吧 而且这种在作品中会出现各式体型的人的设计 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偷偷推一下Shera跟迷宫犯 当然啦 这也可能只是因为她没有踩到我的点 所以我不觉得怎么样 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的个人看法 最后的妙杀则是神型都有还原到 尤其是厌世的嘴炮攻击 我恨你 我一直恨你 恨你的孩子 恨你的孩子 可以说是硕果仅存贴真人版的部分了 不过有一丢丢可惜的 应该是动画中的妙杀是有点滑意感的 这一点在真人版就没有出现 我自己整体看下来 其实感觉剧版还是会结合一些角色的特质 放大然后去选演员的 好啦我知道你们应该还是有很多想法 那在大家去留言之前呢 我就讲最后一点 那就是剧版在男演员的选择上真的是有用心的 蓝天因为脸虽比原作帅了53倍有啊 小声吐槽一下 对于我这种欧美YA影集爱好者来说 近几年这些剧中的男演员颜值 嗯…我是真的很担忧啊 哦…不过但是but 我还是有不满的点 就是虽然在原作中有着分分合合的感情 但瑞文身上那种精明又狡诈的风流 为什么在剧版变成失业三周的毒虫啊 一正一邪不是这样表现的吧 根本全剧我最不爽选角之一 好的 那么我们从风格剧情跟选角这几点 大致分析了一下 这个剧版魔法俏家人的一些优缺利弊 其实也就是从以上三点就可以看出 剧方并不想以还原为角度出发 而是试图用剧集的内核 套进原作动画的颗粒 并试图在吸引一点点原作粉的前提下 新增更多剧集本身的粉丝 那你要问有没有用? 嗯…我只能说它有被计定到第二季喔 我自己在看这部的时候倒是一直在思考 也许剧版魔法俏家人交出了一份新世代的动画改编大卷 就是用适合三次元的方式去翻拍 而不是盲目追求还原 不过即便是作为一部影集来评分 它反倒是应该要在很多有特色的点上 都做的…没有什么差异性 我之所以会这么想的原因呢 是像这个学校的景啊 你可以完全无差别的放弃星期三里面 也不会被发现 真的 重点之一的魔法也弄得很像降势神通 就真的是很75分的翻拍作品 要特色没有特别鲜明的特色 但要错误也没有特别明显的问题 就…就真的是很75分的翻拍作品 如果…我是说如果 它有吃到早几年那种翻拍YA影视剧的风潮 可能还能借着风多飞一下吧 但至少要做出尝试这点 我个人还是比较肯定的啦 虽然Netflix就没有这么肯定就是了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对于剧版的魔法俏家人你有什么看法吗? 这种改编形态的创新你可以接受吗? 都非常欢迎在下面留言和我分享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掰掰